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 2013 年开始 由澳门商务读者磁事会 及The Beside Multimedia Projects 聯合主办澳门商务大奖 已经成为澳门年度触目盛事 大奖表彰对澳门经济发展 作出卓越贡献本地商业精英及企业乔楚 为了更好将他们经验和成就与大众分享 人才港谈节目 将会邀请到8位在2014年商务大奖得奖企业和个人 来到现场分享他们的营商心得 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抱持不断求变思维 让其业务在多变不稳市场中更显灵活 从2011年酒店开业前 优化管理或优化管理文化 已注入酒店各部门 而自从酒店推行优化管理360方法至今 酒店内已累积超过250位不同职级员工接受培训 并取得优异成果 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在2014年也获得澳门商务大奖创新大奖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下酒店创新的理念和推广方法 人才奖谈关注人才培养与发展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人才奖谈节目 我是陈嘉丽 今天我们节目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获得2014澳门商务大奖创新大奖得主 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代表 优化管理总监陆连京先生 陆先生您好 您好嘉丽 首先恭喜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获得2014澳门商务大奖的创新大奖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吗 我们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能够获得去年的商务大奖 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觉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荣幸 因为实际上当天晚上我们是唯一一家 能够获得两个奖项的公司和企业 那我们除了获得这个创新大奖以外 我们还获得了一个叫做环境绩效的优异奖 我们知道说澳门商务大奖实际上它的宗旨是去 表彰澳门本地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精英 还有一些商业翘楚 那我们觉得能够被认可 获得两个奖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特别是这个创新大奖 因为我们当时入围的企业不只是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科技企业 甚至大学实验室 那他们这些行业我们都知道说是极具创新精神和动力的行业 而酒店行业我们传统上说是大家都认为说没有什么创新精神的 或者说比较传统 所以我们能够拖延而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和荣幸的事情 对 没错 刚刚陆先生也是提到了酒店行业作为传统的服务行业 就是能够获得这个创新大奖 无疑是对酒店的一种认可 那陆先生你觉得你们酒店获得这个大奖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有什么创新的理念吗 我们获奖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什么或者说发现了什么新事物 而是说我们在一直自力推广一种叫做优化管理的文化 那这种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说我们首先是有一个理念说 应该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运作都是有机会不断去创新或者做得更好 那我们推的这个优化管理文化是一个全员可以参与的 然后是以顾客满意度作为一个出发点 然后以流程的改善作为根本点 那同时也会注重说应用一些科学的工具或者方法 对我们的日常工作和运作进行持续的不断的改进这样 所以正是因为推广这样一个文化 我们得到一个认可说能够获得去年的这个商务大奖的创新大奖 陆先生那你觉得就是创新对于你们公司来说重要吗 非常重要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觉得创新有几个方面的好处 那第一个就是说创新 我们先说我们酒店嘛 我们澳门喜来登酒店是世界上最大的喜来登酒店 我们有4000间客房 那通常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规模大概就是在400间房左右 那我们规模上的最大差异就要求我们说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或者方法去运作 所以我们管理层从一开始就将创新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澳门的酒店市场这几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然后很多国际品牌都已经陆续的登陆澳门 那你会看到说每家酒店的硬件都会越来越好 或者提供的很多比较好的我们说硬件或者一些外表上的东西 那我们更看重的是说除了硬件以外 那有没有说更好的软件 那我们所指的软件更多的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质量如何 我们的流程效率如何 我们的质量管理如何 等等这些软件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在竞争中能够取得优势的 所以我们就很看重说怎么样不断持续的去改建 或者优化我们的硬件 我们的软件这样 对 那的确就是创新呢 对于员工的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那刚刚陆先生也是提到说就是通过推行优化管理文化 就是让员工可以参与其中 那其实什么是优化管理文化呢 可以解释一下吗 优化管理文化实际上你看它的字面意思就知道说 它的关键字就是说优化 优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说我们的企业经营应该是不断追求进步 或者不断追求改善 那优化管理实际上起源于可能说大概在80年代 很多知名的世界级的公司都认为说好的产品 质量或者服务呢 会对企业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们讲把一系列的这种改进或者改善的工具和方法 把它总结然后成为一种工具一种系统的工具 他们叫做精益六四个马 那这种工具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 你去经营一个企业看看企业里面有没有说没有价值的东西 或者说你出来的产品或者服务是不是有缺陷 那他们是追求说零缺陷或者零浪费这样 那我们喜来登酒店的话就是我们的母公司是喜来乌集团 它是一家美国的公司 我们从大概说开业的初期我们就开始推行这个优化管理的理念和工具 那我们在开业的筹备啊 开业的试运行啊 还有我们开业以后的运作 根据我们实际经营中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需求 我们都不断去尝试或者去做一些优化管理的活动或者专案 那由此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努力就形成了一套 适合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文化 我们叫做360的优化管理方法 这是一种说自上而下都可以参与 然后追求不断改进的文化 对 刚刚陆先生也是提到说 酒店成功发展出一个符合公司实际需求 就是内部称为360优化管理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又是怎么样 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360的你看字面意思就是说360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 那我们也是说经过不断的去尝试说发现一个好的文化 它首先是说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 对 而不是说只是一部分人有机会参与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根据我们酒店行业的一个组织架构的特点 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360的优化管理方法 也就是说不同级别的员工 我们觉得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去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学习 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对经理级的员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做内部称法 叫灰带研系班 那实际上说让这些经理级的员工有机会参加一个培训 然后学到优化管理工具和理念 然后会去开展一些改善的项目或者专案 然后通过实践实现一些好的结果去认证他们这样 那第二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对于跨部门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企业的经营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两个部门 是很多跨部门的东西 那如果对这种跨部门的改进工作 我们就会推出一个叫做优化管理闪电站 也就是说跨部门的项目团都一起坐下来 或者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达成效果这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就是普通员工 普通员工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比如说一个我们一个前台的服务员 对吗 他们怎么有机会去学习优化管理呢 我们就推出一个叫做优化管理论坛 那这个论坛就是说员工只要有兴趣随时都可以参加 然后可以去学习一些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或者方法 然后应用到时间总结 刚刚陆先生也是提到了360优化管理方法是针对不同级别的员工 推出不同的培训方法 那陆先生就是也是提到有三种的不同方法 那可以和大家先解释一下 第一种就是灰带研习班是怎么样的吗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360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级别的员工 推出不同的培训方法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参加 那灰带研习班实际上主要的对象就是我们经理级别的员工 那经理级别员工他们首先已经是经理级别 所以已经是有一定的经验或者已经在管理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部门 那他们更重要的是学习什么呢就是首先有这个优化管理的理念 或者一些必要的工具和方法 另外就是说他们要更多的学习怎么样去管理一个项目 怎么样去管理一个团队然后去实现或者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灰带研习班就是把经理级别的员工把他有机会请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研习班 然后一起学习整个优化管理的工具和方法 然后三天的学习以后他们一般上会用三个月的时间去执行一个改善的项目 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所谓的导师帮忙 就是说一些更高级别的管理层会支持他们去做完这样一个专案或者项目 然后三个月以后他们必须汇报他的成果 然后获得认证这样 多谢陆先生的分享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创新的理念和推广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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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们也分享了澳门喜来登酒店如何成功推广优化管理文化 以及360优化管理方法的一些具体的例子和专案 刚刚陆先生你也是提到了就是灰带沿席班 那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优化管理闪电站 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方法的专案又是怎么样吗 好的 那优化管理闪电站 你一听这个字就知道说闪电 闪电的意思就是要快 那我们发现说灰带沿席班就是说经理级级别的项目 它通常要用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的管理程度就是说有没有更好的更快的方法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闪电站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就是说把一些跨部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分派给一个项目小组 这项目小组的成员一般上是来自于不同的部门 或者不同的组织单位 然后一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三天时间我们会辅导他们 然后去对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然后找到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方案 然后得到认可以后 我们就会尽量在最快的时间去实行 然后达成效果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更快的方法 以闪电的形式去解决问题这样 对闪电站 对 好那第三种方法就是优化管理论坛 那这个方法的专案又是怎么样的 那论坛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别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一线员工普通员工 他们不是经理也不是主管 他们不一定有机会参与到这么多的 所谓的学习和改善的项目当中 或者专案当中 那我们就推出一个叫做论坛 论坛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有兴趣 你想来参加都可以 所以我们就推出说 一个这样简单的一天的优化管理论坛 那在这个论坛上我们会教一些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工具 然后给他们分享一些实际的案例 和跟酒店有关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事例 那他们有机会学到工具 然后结合案例 然后去去去理解去去学习到 然后回去以后他们还可以应用到工作当中 帮我们日常工作提供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改善的方法 或者一些解决方案这样 所以是针对所有员工的一个论坛 对 那陆先生就是 其实在推行就是这些优化管理的过程中 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的困难 就是当中这些困难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 那当然困难是 无论你推行任何新事物或者新的理念 都会有很多困难 那我们做这个优化管理也不是一方分顺 所以我们主要遇到一些问题 而且不同阶段其实也不同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推行这个优化管理文化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大家不懂的什么是优化管理 然后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优化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大家的一些不理解也好 或者不懂怎么做 那唯一能做的我们要克服这些困难就是多沟通 多交流 然后希望互相理解 然后告诉我们的一些管理团队说 这个东西这个优化管理对于我们未来 或者说在整个酒店行业的竞争中有什么优势 所以慢慢去达成一些共识 那有了共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尝试 那尝试就是说我们可以开业阶段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困难或者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用优化管理的方法去尝试去解决 然后去看到一些好的效果 那这样就有了共识又有了一些好的尝试 但是他们就有信心说我们持续的去推进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挑战无非就是说 很多员工特别是我们酒店比较大 所以很多员工新加入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优化管理 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每一次新员工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有机会去分享去交流说什么是优化管理 为什么我们酒店要做优化管理 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他们分享说一些成功的案例 就是说我们酒店已经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 让他们看到优化管理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更重要的是传递一个信息说作为新员工 你以后在这个酒店这个企业工作 你将有机会去贡献你的建议 或者你的智慧帮我们一起去提高和改进 所以就达成了一个说新员工也了解 也知道什么是优化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说人家做了优化管理 或者帮你改进了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我通常会跟大家分享说 你首先作为员工作为个人来说 你是学到新的工具和方法对吗 你的事业应该是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机会去改善 一个这么大酒店的一些运作或者一些问题 实际上你是在向别人证明说 我是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 然后也有机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所以它的成就感也就会更高 就是陆先生其实你也是提到 就是360优化管理方法 就是可以让全员去参与就是优化去改善计划 那是不是酒店里面就是每一位员工 其实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优化管理方法呢 没错你看那个字就知道360 360就是说360度 谁都可以参加 那我们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从我们喜来登酒店 我们喜来登酒店从开业到现在应该是快三年时间 那我们酒店目前这个灰带研习班 就是对经理级别已经开展了六期 所以六期的基本上我们酒店所有经理级别的员工 都已经参加过这样一个学习 然后也获得认证大部分 那另外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荐这个闪电站 还有论坛这些不同形式的优化管理的方法或者培训 那我们现在统计下来说我们酒店应该有超过或者接近一半的员工 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了这样一个优化管理的活动 就是陆先生你觉得这些不同的专案 其实对于员工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们又是怎么样在工作中进行应用的 好处我觉得我经常会分享说他们做完专案也好 或者上完培训以后也好 他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反馈是什么 通常很多员工上完这个优化管理的 无论是哪一种课程刚才提到的那些 他们首先就是会给我一个反馈说 我觉得我长这么大或者我工作这么久 第一次有机会学习到一些不同的分析问题 或者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或者理念 他们很多时候会改变他的一个说 一个思维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以后怎么去更好的解决 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从酒店 人才发展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实际上优化管理跟我们 酒店的人才发展战略是一起去合作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给我们酒店员工有一个 直接发展的机会 比如说你现在是主管 怎么样可以让你更好的 上升到一个经理级别的职位 那我们有一个人才培养的计划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做的是 就是他们要去提高他的团队领导能力 还有就是项目的领导和解决能力 那优化管理恰恰是这样一个平台说 他们有机会学然后应用 然后去练习然后提高 所以我们很多上过优化管理的 特别是辉大营锡班的一些经理级别的员工 很多都得到了一个我们叫做升职 就从原来可能是主管或者经理助理 或者副经理升到一个经理级别这样 就是员工对于这个优化管理的方法 其实他们的反应都是比较好的 对 陆先生你也是提到了很多的优化管理的专案 其实这些专案对于公司来说就是重要吗 你觉得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每一个专案的选择都是经过 详细的一个思考或者一个选取的 另外就是每一个专案的选择 我们的管理团队都会参与其中 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专案 那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业务需求 比如说顾客给我们的反馈 对 说我们有东西不好 或者说我们需要改进 所以我们才会去设立这样的专案去执行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回到研锡班 我们有一个专案就是关于 我们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会送一些所谓的欢迎礼品 就是说 但通常上酒店行业这个欢迎礼品就是固定的 比如说水果就是固定的一种水果 对 但是很多时候客人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 客人我们送出去的这种欢迎礼品 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消费 也就是说最后都是作为一种浪费丢掉或者处理掉 那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专案项目去改进 那发现说客人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 他不一定喜欢这样的水果 第二个他希望有其他的选择 那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个顾客的反馈就去调整 我们送给客人的这种欢迎礼品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就提供说更多的选择 客人如果入住的时候你想要欢迎礼品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礼品 而不是只有一种或者两种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根据 顾客给我们的一个反馈说 如果你不想要 你也有权利选择说我们不要送这样一个欢迎礼品 那这样其实是提高了客人的这种满意度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节约了很多成本 因为不必要的这种送礼品的浪费也少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送出去的客人都真的有消费掉 都是他们需要的所以就减少了浪费这样 所以我们每个专案的选择或者执行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 然后我们管理层也很重视这些项目的执行 然后我们也会去确保他们成功 然后每一个认证都是要有成功的结果才能认证的 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专案这样 那陆先生就是最后了就是参加完这个商务大奖 你觉得这个商务大奖对于商界的发展有没有推动的作用 或者说有什么意义吗你觉得 我觉得澳门社会是现在不是说澳门社会在创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还有要追求经济多元适度多元 那我想有这样一个澳门商务大奖实际上对澳门本地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或者人才 如果他在某个领域已经做出了一些优秀的或者杰出的成果或者贡献 那我觉得澳门社会是应该有一个机制或者有一个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得到认可 然后能够分享 最重要是分享 就是说实际上优化管理这个东西在澳门喜来登可以做 那其他酒店或者其他企业也可以去做对吗 那如果这是一个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可以去推广去借鉴呢 那我觉得这个商务大奖对于澳门商界在其他方面也是有很大帮助 比如说人才的培养 还有就是说领导力 甚至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实已经不是新的了 比如说你去香港或者去中国大陆 甚至美国 他们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些大奖或者不同的平台 去认可那些做出结束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这样 没错 那么现在第三届澳门商务大奖 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现在就是提名期 如果大家也想提高企业的形象更好实现商业目标 向公众展示卓越的成就 就快点登入以下的网站报名了 今天多谢陆先生和大家分享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的创新理念和推广的方法 也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人才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整理念和欧生交出 大招根 属于絕ät中心 八千里 以前的第一网站 我们下期间订阅 我们下期间的国家 背景及企业 我们下期间带去 我们下期间的主動 我们下期 commodity 我们下期间的项目标 它会帮助他们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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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职业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 我不是聪明 我只是做我的职业 每次都做的职业 因为这些奖务 可以更加令到我们有一个平台 可以更加了解 多一些其他年轻的 企业 甚至是社会的人士